星座 我覺得呢 大部分的女生 都是非常喜歡聊星座的 尤其是女生特別常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是一個沒有很相信星座的人 然後每次就是大家開話題 開星座的話題 我都無法加入大家 於是我們就想到說呢 星座到底準不準呢 這個一個問題 而且因為最近就是 各大星座預示都出來了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新年 來驗證一下 我自己本身是射手座 但我自認是一個很不像射手座的人 射手座的人都會說自己很不像射手座 是嗎 因為射手座感覺就是很野小孩 然後很熱情奔放 然後完全很愛 情場獵人 很貪玩什麼 但是我還好啊 我們兩個都是獅子座 這條線 這條線 這條線是獅子座 獅子座分解釋 我覺得獅子座還蠻勇於承認自己獅子座 勇於承認是什麼意思 我也覺得獅子座的個性好像都 真的很外放 比較開朗 我覺得你們很喜歡show out 你們是獅子座 而且我們算是 工作算是有點相近 就是行銷公關裡 因為可能獅子座 很多獅子座都是做這個行業 可能獅子座的形象都很正面吧 所以就是獅子座的人就很喜歡 就是這樣 我獅子座的王者風範 沒有 我們只是講的很有氣室 對 我們內心還是很溫和 我們會吃草 而且他們完全不理你 沒有啊 就是對 獅子座的特性就是這樣 就是會無視他人的 沒有 我是雙子座 我是雙子座 雙子座的刻板印象是怎樣 花心 雙面人 很容易被污名化 靈活的變化 這種 我真的遇到很多男生 然後聽到雙子座的時候 最怕雙子座女生 為什麼 他曾經受過什麼樣的傷 就可能有曾經受過一些雙子座的傷害 雙子座射座就是很常被貼上一個花心的標籤 在感情性 那總之呢 我們今天就是來回顧一下 我們幾位在去年的星座運勢 到底現在看來到底準不準呢 今天就是統整了幾個複數的網站的來源 因為我們想說只看一個可能就是有事公正 所以我們就看了幾個各大星座大師的 對 整年的星座運勢的東西 去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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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試做星座的朋友 要愛自己喔 就是 我跟你說 他有一年拯救了我 唐老師有一年拯救我 這當年失戀 他有跟我講過這段 就是 在睡前一定要看一個小時 唐老師的直播才睡得著 唐老師這邊的重點 就是 我們去年就是懷孕的一年 他上半年跟下半年都一直說我們會懷孕 去年就是痛定思痛 苦中有樂 然後懷孕桃花 對 安格斯有講過嗎 安格斯跟其實工作有點像是會有小人 去年工作特別辛苦嗎 非常的辛苦 我覺得每一年工作都很辛苦 對 其實每一年工作都很辛苦 對 對啊 你不覺得星座運勢這個呢就是 不準的人看就是沒有感覺 但是如果你剛好發生那個事情 就覺得很痛苦 他有說到一點就是 就是我們的工作呢 會讓我們痛定思痛 然後以及就是 在 月中 年中的時候 過一半的時候工作會出現很大的變動 我重 很準 我超準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有同 我記得有同事離職 然後就是一個人要就是管所有的東西 職感 好痛喔 那個部門他算是有點獨立出去 然後而且從 啊 就是從北門搬到三重 在五月 五月多的時候 三重 就是非常遙遠的月曆 那好像對你 這個很難 因為淘寸時間 我從四五分鐘變成四十五分鐘 是去年健康運不太好 對 我去年身體狀況超差的 對你們來說 你們的去年的運勢其實聽起來好像有 有一點準嗎 我覺得工作部分 真的蠻準 然後感情桃花這方面 我真的沒有感受到 因為我一擠來桃花就是一灘死水 對 你不是配對一千人嗎 對 但是就是之中就是有一個人這樣 我沒有什麼桃花 因為就是穩定交往之後 就 不太有什麼機會認識 你不是有遇到就是騷擾你的奇怪的人嗎 在某個機會認識一個人 然後我已經有說我有男朋友 所以可能 不太適合跟他單獨出去 那他就一直傳日情 每天都在早安晚安 然後我就異讀 後來就是本來想要封鎖他的 是因為他傳了一個語音給我 我不敢聽 然後就給我朋友 我朋友聽然後他就在唱 你說男生是你最愛你 我十二 為什麼要唱歌給你聽 而且是十二秒 所以他斷在 怎麼了 怎麼了 然後停住 可是他很超酷 然後我就立刻封鎖 他就太恐怖了 就很可怕 欸可是我也會唱歌給我朋友聽 可是我覺得是他還要 Let's go 欸可以你們可以傳給我嗎 我想說到 好接下來就是是雙子座的部分 為什麼有想要唐老師唱什麼 好現在是雙子座的朋友 然後還要在指上 當然不像 還要在指上圈起來 就是他就是說 2019什麼雙子座的遭遇之離奇 聲勢高低差別之大 令人點破眼鏡 你說有嗎 那是終於甩 所以其實有嗎 終於甩 就是去年的確 好像算是我 蠻大變動的一年 因為我去年也有換工作 然後就是感情上也有經歷一些 波折 去年就是十二月 我就身體就是超差 然後就覺得人生很低谷 撈海不見 撈海不見 撈海一下就找回來 對 就去年的確是頗難熬欸 他說我到了年中 就是年度中間的時候 對 他說我過生日的時候 有一夫當官 萬夫莫迭 其實氣勢非常旺 的確 的確那時候好像是蠻旺 因為那時候 就是好像算是 新的工作 就是算是有確定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是覺得 很開心 而且去年我生日那時候 剛滿30歲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背後有翅膀 很快樂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打入谷底 可是他就說過什麼 七八月有一些什麼 加薪升官的機會就是 欸沒有 可是因為我們自己應該是 我們自己覺得準的我們才 會有會感同身受 會感同身受 所以你們在讀那些 新作文的時候 我們就只看觀念是 喔 這幾個字準 這樣然後其他不準的就會 自動虐過 虐過虐過 對虐過 對其實答對第一不好 我就想說 放棄你看到 應該說就是人的運勢會包含到 很多部分 比如說什麼 家庭啊小孩啊 或是賣房 或是投資 健康 什麼感情 然後就是有一些可能 自己生活還沒走到那個階段 對 就會略過 就像懷孕 然後這種 對我們是沒有懷孕的 對好 最後我要來開箱 射手座去年的運勢 對啊所以好緊張 我到底覺得不準啊 OK 射手行坐的朋友 辛苦啦 啊 好好吃來了 過去年真的很辛苦 他就說 表面上 人家覺得 就是你很幸運 但是 他很可能為你帶到 就是去年的心象很可能為你帶來麻煩 很多射手座莫名其妙 開始感受到許多壓力 說在職場上會有一些變化 好 職場上會有一些革命 比如說員工關係有些變化性 同事之間有點怪怪的 甚至上半年還是一整年 算是上半年 算是上半年 對 然後但是呢 就是因為挑戰也變多 所以就是有實力的人就會身價越來越穩定 然後你還可以漲價 別人還是非常的擁戴你 怎麼樣 對 好像有欸 一個YouTuber來說 我覺得我去年就是一整年都在收根 我過去 過去一直在努力的成果 但是實際上我壓力很大 因為我覺得我這一年根本就沒有任何突破 但是旁人可能就覺得我做了很多事情 好像就是很厲害 但我自己就是本人覺得還好 我跟你說累積也是一種實力 是嗎 但是我去年就是也是一個也蠻不快樂的 所以以上是工作的部分 以上是工作的部分 員工關係的話是還好 8月後危機解除往新方向邁進 9月貴人運很旺讓你突破迷惘 然後7月好像還是有點危機 7月 不曉得7月發生什麼事啊 然後就是這個危機呢 會讓你後來就覺得說 我不要跟這個危機晚了 你決定重啟爐灶 或是有新的機會 新的方向 我覺得我 你剛剛講那個7、8月 什麼轉機什麼什麼貴人 我都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 好像都還好 他說9月的時候才是貴人 但你8月不是簽了PP 我8月簽了經濟影院 算是個貴人嗎 好準喔 在錄鬼喔 9月份很可能跟大機構大團體 而且那個時候 只要你重視形象或展現野心 或是把你作品送去比賽 獲得提名的機會很高 貴人運也很亡 然後他說 10月適合打開市場佔有率提高 健康問題可能會有一些免疫失調 或者是怪疾病 請好好調整作息 10月份只要你有實力 你就能在社群或團體或網路上 有很強的能見度 這很準耶 好像是 他來講蠻準的 為什麼 為什麼我這麼準 我不相信星座 為什麼高 來感情方面 穩定性高者能享受到家庭的幸福 單身者把握8到10月 然後他說色手座好像有兩集話 一集就是想穩定一下 以結婚為前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他就說 還是比較在乎自己的事情 然後就說10月什麼會有網路上 他就想解釋朋友 或是陪了結帳朋友給你 對對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我下半年生 認識很多很多其他的創作者 身體健康狀況是好的話 他說你的財運就基本上會跟著一起好 我覺得 我覺得大致整體聽起來好像莫名有結的 要毛毛的準 對 他就是國師 其實紀約的部分好像蠻準的 蠻厲害的 他很恐怖 財運的部分我覺得去年是 好像有一個上升的狀態 嗯 還穿紅色 怎麼辦 怎麼辦我今年是不是要下滑了 會吧 人不會一直都在上升的狀態 星座這個東西就是很微妙 聽的人準就會覺得 喔對 星座就是 我的 人生的一個歸孽 但是就是你如果無感的話 你就會自動把它過濾掉 所以我就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星座到底能不能讓你的生活 變得更好 你到底為什麼要聽星座 覺得會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如果 有個很重要的提案 要見客戶 或是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 可能就想看進入運室 如果運室好好我就覺得 我好像比較有信心 我覺得應該會成功 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 是會影響到我去 present所有的狀態 就是我整個人會比較有自信 那萬一當天的運室不好 我就覺得說人定升天 這個是假的 我一定可以就成功的 就是不管怎樣 對 我跟妳說 我跟妳超像 就是比如說 因為就是現在LINE都會推那個 就是星座運室啊 然後我就會點進去看 然後就想說 今天怎麼只有兩顆星 然後什麼工作運很爛 然後我就想說 今天那個星座運室應該不準 其實我沒有很 我沒有很特別相信 當參考用 就不太會被它影響心情 對 我必須說就是 就當下會 就是比如說如果有一些什麼 那個湯老師就有說什麼 就是獅子座好像會工作什麼很辛苦 什麼多多努力組的那個什麼前三 就工作最辛苦 然後就想說 就是為什麼 就是我們去年還不夠苦嗎 對 今天2020我們好像是第二名 就是說工作會有很大的變動 特別是1月2月的時候 對 就是你工作會有很大的轉變 然後你要努力加油 那你們覺得 2019已經夠苦了 為什麼2020一開始要這樣搞我 對 我還給我老闆看 就說 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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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不會覺得說 就是吸引星座反而就是 你可能 像現在很多人教我 就會很喜歡問星座 我會反而對這個人有一些先入為主嗎 譬如說你聽到我射手中 你覺得這個女的一定很花心 不會嗎 我自己會有 有一點影響 我會先入為主 因為應該是說 我覺得人都是靠經驗在過活的 很多時候我們其實都是因為 之前有遇過這樣的人 或者說之前遇過這樣的事 我們知道怎麼樣處理比較好 心座跟經驗沒有絕對關係啊 應該是說就是 過去可能遇過大部分 比如說我遇過四手座的女生 都是覺得蠻好相處 然後或者說 其實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都怪怪的很可愛 就是我就會覺得說 欸 你射手座喔 然後就是會對你有這樣的期待 那你們聽到 就覺得印象最差的星座是什麼 就是如果講一個 講出來的四個星座 就覺得哎唷 我覺得要看是 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什麼事情 交朋友還是男友還是工作 就會不太一樣 朋友 朋友的話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任何限制 喔好像是耶 朋友的話就是 那對象呢 就是要交往的對象 約會對象 我比較特別的是 我歷然男友全部都是天蠍座 全部 就是 就是只有一個 不是現在也是 特別會跟天蠍座來電 真的喔 我覺得蠻特別的 曖昧的時候 可能會特別看一下 然後如果是天蠍座 我覺得 那你男友是個很像天蠍座的人嗎 有符合天蠍座的特白印象嗎 有 心肌很重 然後 那他也很喜歡自虐嗎 他沒有喜歡自虐 就是天蠍座就是 比較神秘 然後他隱私感比較重 就是他不太 譬如說 手機不太喜歡 就是隨便亂看啊 或是不太喜歡 很在FB公開自己的一些 私人的事情 我覺得還蠻準的 就他不是一個那麼 外放的人 然後他比較有防備性 你們不會因為星座一定是被人 一開始會覺得 天蠍座怎麼會這樣 會崩潰一下 但就會有一種說 因為我們四座是比較 越錯越勇 越錯越勇 所以你遇到不好的事情 我們會崩潰一下 然後就想知道 我等一下跟你拚了啦 但是可能不是講 星座的人都會這樣 你如果看到你心中心是很差 你不會心情被影響嗎 就是如果他說 什麼七年會過得很辛苦 我就會說 蛤 怎麼這樣 然後就忘了 其實我也是這樣 就是一個過目即忘的東西 對 你看你剛剛根本就不記得 2019的運勢是什麼 都會用看的 所以其實你當下 會比較有那個反應 所以我感覺到 我們四個 你們三個都是那種 星座是看好玩 那個心態 並不是真的 就是一切都會 以星座為準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們是有 他們信星座是 信到一些有點強迫症 就會覺得說 喔 我這什麼星座 我們就絕對不碰 絕對不碰 或是什麼 因為我是什麼什麼星座 所以我就絕對不該怎麼這樣 不然會影響到我的運勢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知道有些人是 已經信到有點強迫症 我有聽過 那你們覺得為什麼人會喜歡聽星座 就是算是一個共同的話題吧 因為這是大家都有的東西 然後就是 可是又 它是又有點不一樣 就每個人不一樣 就是很趣味 算是一個話題 就是在陌生的場合 你要認識別人的時候 問星座 可能是可以講話很多生活 生活中的問題 不然就是我覺得 人都還蠻 還蠻想要就是別人了解自己 或者是想要了解自己 或是有歸類是一個歸屬感 我12月出生的唷 我是跟這群人是一群同一群人 我們是一個派野 我如果認識的人 然後就是 我知道他是射手座 就會瞬間覺得 跟對方拉近距離 你覺得射手座怎麼樣 我接觸到的射手座 就是每個人都個性很不一樣 就是很難找到一個共同性 你是不是很常被人家說 你不像射手座 很常啊 我跟你說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 我以為你是處女座 因為你女子力超高 真的嗎 那女子力有高嗎 哪有 就是誤會 你怎麼會誤會 就是當下就坐在辦公室 然後看到這樣 然後就是 水嘎 然後用了一些東西 就是 好像也很有質感 然後 然後就用什麼日文系畢業 然後又講日文的時候 就覺得 天啊女子力好高 我發現是一個 體內是一個男子魂 就是會自己爬梯子之類的 而且我覺得很好笑的點是 他就是 會有那個尷尬 尷尬病 他不是那種會發出那種 少女的 那種 的那種女生 不是耶 然後只要太girly的場合 然後他會有點尷尬 啊對 你覺得現在是這件事情 很早就發現 你很明顯耶 我以為我演示得非常好 你就是會有個 呃的感覺 我以為我演示得很好 我覺得你在當youtuber之前 你其實很討厭社交 我很討厭啊 我覺得我現在是訓練出來的 你現在比較開朗 我現在就是 鍛鍊自己要 就是學習喜歡身邊每個人類 我會努力找到 好很勉強 我會努力找到大家的優點 這樣我就可以活得 我比較開心一點 天啊 so far so good嗎 so far 我覺得有點累耶 我覺得社交管事件 很累的事情 那就不要冥想自己 我會這麼覺得 到一個 到達一個程度 我覺得對人類有70%的好感 就可以了 我今年應該都不會再想要認識 任何新的人類 我不用再進去 你不要講到死嗎 現在還月耶 不用再進到新才 現在還月 我去年真的認識好多人 總之我們今天結論就是 星座只要是你抱持著一個正向的心情去看它 就是不管怎樣 就是可以讓你生活變得更好 其實是可以的吧 就是如果是像你們這樣子比較正向思考 或者像然後開心好玩有趣的心態去看的話 就是其實說不定某種層面對你的生活是有幫助的 覺得星座是一種情調 就是怎麼說 就是星座可能就是 譬如說你看你今天星座的運勢 然後你的幸運色的紅色 那穿紅色在身上 然後如果剛好運氣很好的話 你就會覺得 就是這件衣服有幫到我 你就會覺得今天 欸我也會這樣 今天心情大好 有時候很衰的時候 穿一件衣服 然後就覺得 下次再穿上去就覺得 我算是發了 而且你原來 你如果原來今天 如果原來今天心情很不好 然後就想說 幸運色的紅色 就穿一下好了 就可能多少有點彌補 這樣子的一個心情嘛 然後就算 就是不準就算了 對 我以前就是覺得 就是你不要跟我講星座 我覺得那個無極之談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我可能 我可能去年就經歷了很多事情 然後就可能 心理就是很低谷很軟弱 然後我就最近 就很喜歡看一些 比較精神層面的東西 然後有時候我就看到 一些射手座的什麼心靈小玉 我就覺得 心靈小玉 真的蠻瞎的 我就覺得 可是有被安慰到對不對 好像有療癒 有療癒 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 我們今天的那個獅子座的 這個特輯 哪有 就是做特輯 是做真的存在感受 你就把我們剪掉啊 你就把我們剪掉啊 你就把我們剪掉 從頭到尾就是把 星座運勢的圖 放在這裏 我都看不到你們兩個人 明明可以放在這裏 但偏偏沒有就是 就在這裏 而且因為兩個人是這樣寫 然後還故意放寫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